好,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先介绍这个牛顿插指法 牛顿插指法 这个其实写成这样子 但是待会我们看手之后 你会发觉它其实非常简单 比联立方程组快多了 好,那为什么要这样写呢 其实它的理由 就是牛顿的这句话 我看这么圆 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它其实就是怎样 在现有的结果 一直扩张一直扩张 那这句话其实大家应该都有听过 如果一般来说 我记得我以前考试 考过的时候 这个巨人可能是指谁 对,一般来说我们当然就是选 那个茄绿月 在前面里面就是茄绿月 真的是一个科学之父 真的是蛮重要的 好,那这个东西呢 看起来很复杂 但重要的就是这三个字 就是迭代法 迭代法就是一次做一个 一次做一个 慢慢的把它扩展出去 例如我们现在想要去找一个多项是满足三个 你同时要满足三个很难 所以我们就先做简单的 就说我们一次呢 就先让它满足怎样 就满足第一项就好了 所以我们就说 F1X就等于这个 这个就满足了 可是呢 我不只要满足一个 我要两个 我们就要满足两个 那如果你现在想要满足两个呢 可是我要利用我先前的结果 我就是-2先写着 但是我再加上什么呢 加上框框乘上X-1 好,我像框框乘1-1呢 你看哦,你把代1的时候呢 代1的时候,1乘框框这里不见 所以代1的时候当然满足 可是我希望代2是-1 我希望代2是-1哦 所以代2是-1就变成 -1要等于什么 要等于-2再加上框框 2-1就乘上1 所以我是这里是变成什么 这里框框就带百1 所以我今天呢 我利用这个东西 我就可以把原本这个结果 扩张成什么 两个都满足 仿造这个概念 我们可以继续扩张 我今天想要怎样 我今天想要满足三个 但是我要利用先前的结果 就是说F3X呢 我要站在F2上面 然后继续扩张 继续扩张 可是你要保持原本的结果 所以你这里要成A-1跟A-2 所以重点 这个就是我指的 前人的肩膀 F3是在F2上面 把它扩张出去 但是呢 这个框框就是要让我们去做调整 因为你看哦 我们现在的F2带3会是多少 F2带3 就这个式子 就会得到-2再加上 1乘上3-2 刚好是0 带3是0哦 可是这带3是2嘛 所以这样不满足 所以我们就透过这个框框 让我们去调整 我们希望这带3的时候 就变成2会等于什么呢 0加上框框 那3带进来 3带进来变成2乘上 2乘上1 所以这框框呢 这里就摆1 这框框就摆1 所以我们的F3 F3就写出来了 所以整个要满足三个的 就会变成 -2再加上这个 再加上这一串 其实这一串加这一串 再加这一串 就是我的那个 满足这三个的多项式 所以一次扩张一个 一次扩张一个 那一次只有一个位之数出现 不像我们之前在解连利方程 它可能连利方程的问题就是 它麻烦的就是说怎样呢 连利方程就是说 它会有 会一次有三个位之数很麻烦 那牛顿法就是让 那位之数呢 一次就只出现一个 这边是 那个牛顿法的精神 就是一次只出现一个位之数 而且这个好处是怎样 我今天如果再多另外一个资讯好了 例如说我们今天想到什么 带4 对带4 我希望它是 带4希望是1好了 那这样子呢 我就可以继续把它扩张 你可以先看原本的结果 带4会多少呢 把4带回来 把4带回来 这边就变成 F3 4 就是什么 就是负2 然后这里4带进来 4-1是3 4-1是3 所以再加上3 那4带带进来 1乘上这里是 4-1乘4-2 这3再加上6 所以我们这时候 我们就会得到 是什么 3带4的时候是7 但并不是什么 并不是1 所以我这时候 我就要透过 透过这个 来继续把它扩张 F4呢 会等于F3x 我这边 还有一些空间 可以去调整 但是这些调整的部分呢 我写S1-2-3就是怎样 不要破坏原本的结构 继续把它扩张 好 那所以呢 我今天把4带进来的时候呢 把4带进来的时候 我希望是1嘛 1就等于 刚刚这里算的 什么 1就等于这里的7 再加上框框 那乘上那个呢 刚好是 3乘2乘1 所以这框框就带负1 所以这里的负1就是答案 所以我今天 要满足这4个的多项式 其实就会写成什么呢 -2再加上 X-1 再加上 X-1乘X-2 再加上呢 -1乘上 X-1乘X-2乘X-3 好 所以你要抓到 这个就是 逐次扩张法 就是站在巨人肩膀法 就是一个 牛顿的插持法的精神 那这个 你心 你再多一个东西进来 你就可以继续扩张 多一个东西来 就可以继续扩张 所以这个是 非常方便的 这是一个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智慧 动态调整 然后再加上 X-1乘X-3